位置在金钟和湾仔中间 我今天要去的是这个海军商场 其实它过多几天就结业了 我就趁它结业之前打算进去看看 但是这个过马路有点复杂 也等了一会儿 这里有点奇怪 它基本上是被整个地盘围住了 零零射射只剩下它一个商场仔 这个地方还没有太多人认识 这里写着 指望海军商场 To Fleet Arcade 看看它外面 有很多不同的国企 这就是我最爱的纽西兰 这个Gia 是一间意大利餐厅 因为这个地方要结业 基本上都应该是不会再营业的了 这就是门口了 这就是门口了 要出示售会员证 要出示会员证 先研究一下 这里写着 这里写着 要选择一个Membership Card 我想我要处理一下才行 就是这样 基本上Secure是睡觉的 我先进去吧 我去找一下小鸡头 有间市卖食材的 不是食物的 先调整一下自己的角度 所以 据我所知 这里剩下三天 就要结业了 整个商场是会 不再开 所以趁这个机会 进来参观一下 因为恐怕 不会再有这个机会 这里就有一些 讲述 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楚 有些海军的 一幅照片呢 有些座椅 有些座椅 这个位置有少少像麦当劳那些 旧色那种麦当劳 这边有人在拍摄 都没有了 tour 和酒店 可以在这里设计的 有些油画 并像是这样 这边有些那个小银 这边是 conventional Cleaner 這裏有一張桌子 有國際常規的旗盤 Information 這裏是麥當勞 的一個杯 有一張桌子 這裏有一張桌子 很舊式 有舊式的電視機 你可怕 就有舊式的浮田 芬圍碼頭 上面有洗手間 他說上面還有更多的店舖 不過我先參觀這一邊 一個Water Drop是10元 可以拿回一個回憶走 這裡有幅畫,不過看不到是什麼 像是有些軍艦,還有一個島 水泡 有那個陀,不知道它叫什麼 1st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Limited Keyside 这里就是员工先给入的 员工先给入,我就不进去了 这里有些讲述,记忆场所 先调整一下角度 OK,即是基本上有个玩法 这里提供了纸笔 这里有个勾的 这样吧 里面的店铺也挺有趣 买一些很旧饰的东西 都是约翼奥 应该是骄游客那种 我不肯定了 不过我估计 可能以前很多美国海军 会来这里 落脚的 这块布 就是刚才那些勾 写完之后 就这样勾到这里 也挺有趣的 有趣的就是 这个地方 是纳了这么多年 但是我也是 最近才有这个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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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 我 刚才蛮 62 原来 一 這個地方即將會結業 上面有很多章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 Fleet Arcade Fleet Arcade 它說可以用Fleet Arcade的神器去打卡 Fleet Arcade 不讓換衣拍照嗎? Fleet Ar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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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你不要进去啦 那都还是有很多文件啊 那些各样在这里 很旧式的东西 又打字机 那边可以上二楼的 二楼就是还有东西 来看看 这里的上高 应该只有洗手间 出去看看 前面是区别的地方 不能进去 那就是有点剪品的 不过就可能现在时间不太合了 太黑了 有点难去看得到 清楚 有一堆胶 有一些照片 这应该是一个海军 那就是在扮演一个星球 这个是一堆海浪 可能是在战舰上 见到的一些海浪 不过 那就是出去的 美 经纪大开始 六个半可乐 不算贵 可以上二楼 但这边8元 可以上一楼 全部雹多 50-60 Nothing I'm I'm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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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地方是我一個 跟我同一日生日的朋友 介紹我來的 他叫我來拍攝給網友看 因為就沒有機會了 2樓? 有個2樓商場 我來拍攝給網友看 這裡有個8摒 3樓商場 乙 Kakuk weit 這裏是不做西倉的? 這裏是不做西倉 這裏是有酒賣的 下面那裏是煙盒 我想是很久以前的煙 這裏是不做西倉 又不是 應該是賣煙絲 這個是士多仔 有媽媽面外 你說你若一心裡 他都不敢做 他都不敢做 又在這裏流走 他們說會被人打去裏面 可以被人打去裏面 我是被打 被人扯你一隻 他被人扯你一隻 这些将会变成历史了 富星,富星, and sun limited 有些商店都已经搬走了,比如这个 其实据我所知,这里是22号所有商店都不会再开 但是这个商场运作到这个月底 如果还有兴趣来参观的朋友,就趁这几天 试图MIRROR980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没了 一楼是一间餐厅,叫Gia 不过呢,就 我一楼桌,就来看看 看一看 很多瓶红酒的瓶做了一个装饰 它的盒呢,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墙 红酒的缩呢,都不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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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好 這就是一間商店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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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一步 花板,一格一格 這裏其實有一間Salon 不過現在一間Salon關門了,太晚了 好了,出去了 Fleet Arcade 我以前曾經路過過這一次 但我從來都不知道原來是一個商場 好了,這段影片就來到這裏 在外面看看有什麼廣告 看來這一切都即將會寫成歷史了 好,這段影片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